有人会传你和易建联之间关系很好 因为大家看过你们共同拍的那个广告片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牵线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然后还说有人说我去现场看球赛什么的 对还真的是有人说你去现场为他加油 我连时差都没倒过来我怎么去 这不算回应了我不回应 好吧我们再说下一个人吧 这又是一个传言啊就说你跟朗朗 我不认识他 你从来没有见过吗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一开始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国宝级的钢琴家 那你现在也知道朗朗了 你有没有可能觉得说有可能 他不是我喜欢的 谢谢 不好意思 这是我有喜欢的 我说我有喜欢的人 你喜欢谁呀 你喜欢谁呀 你讲了啦 你飞变红吧 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如果我觉得这是你希望的 我觉得我们就尊重你 谢谢 我们希望你幸福 希望你非常非常甜蜜的幸福 今天非常谢谢刘一飞来到背后的故事做客 跟我们分享这个几年当中 他的一些心得 他的故事和他的成长 14岁半进入娱乐圈年少成名 耀眼的光环之下 挡不住的是一个懵懂的女孩的忐忑 不安和紧张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22岁 今天在背后的故事的栏目的舞台上 他告诉我们的是 他希望自己继续往前 因为未来有无数的可能性 他不确定那个会是什么 但有一点他希望不要变 那就是认真工作 乐观生活 我们祝福他 也相信他 四年后你要带着你的爱人来上我的节目了 再次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在红尘的悲惑 愁悲惨 和你贴心的流浪 本期有奖收拾的问题是 在和小明的连线当中 我们两个互相亲对方什么呢 答对的朋友呢 就有机会获得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你好姑姑 他叫我姑姑对不对 你好姑啊 答题来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